当朝鲜选手颜润哲 将了169公斤的杠铃菊怪头顶后 除了中国观众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 这枚金牌非他莫属 因为这个成绩已经追平了世界纪录 此时距离比赛结束 就剩中国选手龙青拳的最后一局 太理得了 2016年里约奥运会 男子集中56公斤级比赛 中国选手龙青拳一路过关斩将 成功杀进决赛 龙青拳是2008北京奥运会 该项目的金牌得主 由于某种原因 错过伦敦奥运会后 此次礼约之旅 他是要夺回 阔别八年之九的奥运金牌 而他的最大对手 是来自朝鲜大理事 严润哲 严润哲是2012年 伦敦奥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 多场国际大赛 难逢一败 实力不容小觑 他们两人的强强对决 注定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